哈囉 大家好 瑞萬です 好 欸 四點到啦 我們的 賽魯跟物犯的極限戰覺醒也已經開上來了 不過這個的話 我可能會要稍微放一下 暫時沒有時間 沒辦法花太多時間來打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啦 這一次的 活動 欸 超本器的大感謝 年末年始campaign 這個應該算是後半段 然後劇場版聯動的mission 會加開 欸 可是 劇場版聯動的後半 是這一邊嗎 可能是這一邊 不過這邊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啦 看一下它到底有多了什麼東西的 就這兩位的極限戰覺醒 超級鬥大拳 欸 這個也是開上來的嘛 好像就這兩個罷了 沒有什麼太特別 好像沒有什麼太特別 罵呢 然後在任務這一邊的話 這樣子應該是後半段的任務開上來吧 來看一下啦 因為之前都是前半嘛 After that 啊 果然後半在這一邊 指定的關卡 1回3回5回通關 然後 指定密寶 欸的交換 指定密寶的那個item的交換 然後 指定角色 極限在覺醒 135 7段 然後劇場版聯動 20個任務 完成 劇場版聯動 全任務 完成 嗯 龍石方面其實還蠻多的 5 3 1 10顆 多多有10顆 然後這一邊 欸 就是我們這個青年誤犯 極限在覺醒 它 是用這一個 這兩個玩偶 然後可以來交換它的極限在覺醒的徽章 剛才說的指定交換道具應該就是 它的那個覺醒徽章啦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任務這一邊齁 那這一邊就稍微帶大家看一看啊 給大家知道一下一些任務怎麼過 簡單的帶過就好 欸 後半後半的狗 帶這一邊 後半 喔 指定關卡 這是前半的嘛 看一下下面 OK 指定關卡就是第6回嘛 這個關卡勒就是打 剛才講的那一個兩個秘寶啦 那個那個玩偶 的關卡 因為主要就是要從 通過這邊拿到這些玩偶嘛 來才可以換嘛 然後指定的秘寶交換 用這個 呃 Penenko Nuigurumi 來交換 嗯 然後指定角色就肯定就是剛才說的那一些啦 嗯 OK 然後這邊秘寶的更新稍微看一下 它需要多少個 OK 全部在這一邊 嗯 哇 ちょっと待って 欸欸欸 這裡好像夠 好像夠 我好像可以換到完 看一下齁 30 OK OK 這樣的話這邊的話我就 直接把它給 換下來吧 我們就按照它的這個上限的那個 量來換就好啦 完全沒有問題 呃 對了大家不要拿那個 大隻的去換 不要用這個來換 因為這個的話啦齁如果大家沒有特別打特別多的話 因為這個可以換老界王 那邊用那個來換就可以了然後我順便看一下啦齁 任務 有沒有通關還是一定要用那個 大隻的來過 來來交換如果一定要用大隻的話啦齁 大家可以拿來 交換那一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了齁 老界王 應該同樣也是可以過任務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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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個所謂的指定 嗯 已經通掉啦 那個那個我們交換回章就可以通掉了 OK 指定的這個秘寶 那麼最後的話我就順便來把我們的速物範給極限在覺醒上來吧 呀 怎麼說 有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的小失望啊對他的極限在覺醒的能力啊到現在來講我都覺得有一點小失望啊 他 就是傳說中的那一位 從 100級 XS out 到極限在覺醒之後 被動發速都沒有成長的人物 哈哈哈哈 呀吧餒 欸 OK 那麼就把他給弄上去吧 嗯 非常簡單啦 直接升 太卡克了 然後 這邊嘛就有多打了 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多打到這麼多 直接把他給練上來就OK啦 嗯 剩下的也就是收尾啦 直接把他的最後的5級給升上去 那麼這邊的話大家可能就是要稍微再等我一下下才有辦法把他給拿出來試用 主要就是他的連結方面啦吼 我還是差了那麼的一點 還真的是差了那麼一點 嗯 剩下4條9 OK 那麼最後就120級嘛 直接 140級升到滿 好說這一張卡我們排除能力不說啦吼 嗯 卡面啊 必殺動畫啊 我個人都還蠻喜歡的 就是這個樣子 這邊剩下4條連結 4條連結我把它給弄上去 那麼就完成啦 那麼最後的話 他好像沒有特別送他的這個Sticker嘛 那你那個就之後再弄啦 等下要正式來使用他的時候才把它貼上去 嗯 呀呀呀呀 卡克耶 好啦那麼 這邊就大致上 給大家帶來這個樣子的東西啦 稍微 蠻簡單的啦 這一次的任務沒有什麼太大難度 一次過就解過去 龍石拿好拿滿 然後 我還是蠻好奇的國際版到底開了沒有啊 烏飯跟賽魯的極限正覺醒 我開心啦 而且好像是國際版明天會有一個更新嘛 這邊就可能可以稍微期待啦 如果今天還沒有上線的話 OK那麼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 またね 再見